身仙架上一扫而空 泡面只剩几包 酱瓜被拿到最后一排 连鸡蛋都冷了无几 墙台玛利亚来势汹汹 民众提早抢购民生物资 各大迈向超市 仿佛先被台风扫过一轮 准备一些干一些 比较容易煮的东西 差不多两天到三天吧 当然有想来试会了 还是会了 会怎么 因为你台风来清菜一定会少的嘛 前一天民众还在脸书上惊呼 台北不是没放假 怎么货假全空 还好业者捕获迅速 没让今天来的民众不空 酱瓜吃了吃炸的东西 好 现在可以吃炸的东西 好 现在可以吃炸 好 吃炸 量饭店夜酒表示为了因应玛利亚来袭 特别增加部分商品备货量 例如饼干 泡面 饮用水等 生鲜蔬菜进货量多了三倍 干货也多了两成 部分量饭店的泡面三天就卖破十五万代 微博食品也超过三万份 其实台风有一些预期心理 所以前两天的时候 我们就启动台风机制了 所以虽然昨天晚上 大家已经都来扫货了 那今天一早就在补上了 玛利亚台风强势来袭 尽管风雨还没到 但入夜后风雨更加明显 碰上上班日 也难怪卖场会在这个时间 出现这样抢购异空的景象 三地新闻 总部报道